真正的论 在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了 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没有一样不埋怨 我们剁了之后 果然觉悟 就要下定决心 这一生一定要去 那么我们要问 能不能去得了呢 古德告诉我们 这个法门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漏 那么为什么又有人说 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 只有两三个 这跟万修万人去 有没有矛盾 这主说 没有矛盾 一万个人当中 两三个往生 那两三个是真修啊 他就真去了 其余的 九千九百九十多 他不真修吧 他真修都去了 他是假修行 他不是真修行 他的修行 不如礼 不如法 所以他去不了 果然 如礼如法的修行 哪有不去的道理 什么叫如礼如法 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 所讲的方法 你都明白了 都懂得了 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 你就决定得了 那么由此可知 经不能不读 经不能不讲啊 读得很熟 但是不懂 那也不行 我们读经 不但要懂 佛在大臣经里面 时常教导我们 要深解义序 换一句话说 你解得越深越好啊 你做的就自然了 做的就自在了 你修行就如礼如法了 我没听说 我没有想解乱 我没有想解乱